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大选深娃娃节目 在这个选举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 我们将深入探讨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如何全力以赴吸引男性选民的策略 面对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男性选民中占据的优势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在体育博彩和视频游戏平台上推出了一系列广告 试图扭转局势 而特朗普却在最近的访谈中将国会暴徒的遭遇与二战期间的日本与美国人拘留进行比较 这一言论引发了激烈的争议 特朗普不断将国会暴徒描绘为人职 而哈里斯则利用此机会强调特朗普对民主的威胁 并呼吁选民注意这场选举的意义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哈里斯转变了策略 强调民主的重要性 并将特朗普描绘成不稳定的领导者 这一切都标志着他在面对竞争对手的挑战时的深思熟虑 民主党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赢得那些犹豫不决的选民 尤其是那些对特朗普持怀疑态度的保守派选民 这场竞选的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与机会 双方都在为即将到来的选举全力以赴 让我们一起关注这场激烈的政治对决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选举日的倒数计时中 卡玛拉、哈里斯及其团队 如同一位精心策划的运动教练 正为吸引男性选民全力以赴 这是一个通常由唐纳德、特朗普主宰的领域 哈里斯的策略是利用各大互联网平台来扭转局势 他的广告出现在幻想运动、体育博彩、体育新闻和视频游戏网站上 这些平台是许多男性选民的常驻地 在这场斗智斗勇中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选择了在DraftKings和Yahoo Sports这样的体育新闻网站 以及IGN和Fandom这类的视频游戏网站上投放广告 这在过去的竞选活动中是前所未有的 哈里斯的竞选广告中 前职业篮球明星魔术强森以他的运动风格和灵活 现地分析两位候选人的经济政策 他用比喻的方式将哈里斯的政策描绘成一场减税盛宴 并强调哈里斯支持商业和创业者 而对于特朗普 他则毫不留情地指出其在商业上的失败 另一则广告中 演员本 斯蒂勒则将选举比作他那部奥斯卡被忽视的电影《躲避球》中的一场比赛 他幽默地将选举比作一场躲避球赛 然后立刻转位严肃 指出选举的重要性和危险性 警告选民不要让特朗普再次接近白宫 然而 哈里斯并不止步于此 他的团队还扩展到TikTok和Twitch这些年轻人聚集的平台 希望能吸引更多年轻男性选民的支持 这些策略显示出哈里斯对于吸引男性选民的重视 并希望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能够逆转局势 在另一边 特朗普毫不示弱 他在福克斯新闻上的言论升级 警告选举日可能的混乱 并强调使用国民警卫队甚至军队来处理激进的左派疯子 这些言辞在煽动其基本盘的同时 也给那些对政治现状焦虑不安的选民带来了恐惧 过去 特朗普将因2021年1月6日袭击美国国会而被囚禁的人 与二战期间在美国境内被拘留的日本裔人士进行比较 再次引发争议 这样的比较不仅淡化了支持者袭击国会的事件 还在历史上产生了不当的连结 这种说法引来日本裔美国人社区的强烈反对 认为这是在侮辱历史上的受害者 面对这样的挑战 哈里斯及其竞选团队重新唤起了有关特朗普对美国民主威胁的论述 这一策略试图激发那些对特朗普持怀疑态度但尚未决定的选民 尤其是那些曾经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被民主党成功激发的选民 当时 民主党通过强调1月6日的叛乱 以及对联邦堕胎保护的撤销 在面对红色浪潮的前景下逆势而上 在这场竞选中 哈里斯的声音越发响亮 他将特朗普描绘成一位不稳定的领导者 而自己则是稳定的选择 这一描绘可能在某些对两位候选人都持保留态度的选民中产生共鸣 共和党方面对此则不屑一顾 认为这是哈里斯的老掉牙策略 然而 对于民主党来说 这样的战术仍被看作是有利的武器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双方都在加紧努力 期望在日益激烈的竞选豪沟站中寻找可以决定胜负的一丝机会 虽然哈里斯的竞选活动不会放弃机会经济等其他主张 但他正在将民主问题作为众多工具之一 试图在11月的选举中成功翻盘 这一策略是否能够成功 将取决于他是否能够在短时间内有效地向选民传达他的观点 并让选民在面对日益紧张的政治局势时 做出对他有利的选择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哈哈这真是一个让人捧腹的策略 哈里斯在幻想运动和视频游戏平台上投放广告 期望能从对体育和娱乐着迷的男性选民中捞点票数 这就像是在说 嘿哥们别忘了在下注和打游戏的空荡间隙给我投一票哦 也许他下一步还会在酒吧的啤酒杯店上印上他的竞选口号呢 这简直是现代政治的滑稽剧 楚天书 我想你低估了体育和娱乐平台的影响力 这些平台也是许多选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 在这些地方投放广告 充分利用他们的兴趣点来吸引注意力 这其实是个聪明的策略 毕竟政治不仅仅是严肃的事情 有时候他也需要一点娱乐精神 让人们更加关心选举议题 这不失为一种接地气的方式 呵呵 这么说来 特朗普倒是找到了合适的对比 把国会暴徒跟二战时的日本一美国人拘留相提并论 真是个狂妄的比喻 你不觉得这就像是在说我家的狗跟狮子一样勇猛 因为它也有牙齿吗 这样的言辞 只会让人觉得特朗普是在用荒唐的手法 来淡化暴力事件的严重性 楚天书 的确 特朗普的言辞常常让人惊讶 但这也正是他吸引某些选民的地方 许多人相信他直言不会的风格 认为他说出了政治中那些不敢直视的真相 虽然这种比较不合适 但特朗普的支持者可能会认为 这是一种对政府过度惩罚的批评 这种激进的言辞在某些选民中 除天书 尽管如此 哈里斯强调的民主威胁是有其现实背景的 毕竟2021年1月6日的事件不是什么虚构的情节 民主党今次的策略意在提醒选民 选举不仅仅是关于经济数据和政策 而是关于维护民主制度的完整性 挖掘潜在的政治风险并将其放在选民面前 不失为一种值得肯定的明智选择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与谢奇奇的辩论展现了政治辩论中常见的对立观点 两位辩手都用各自的方式 诠释了政治策略的正当性与有效性 楚天书的表现充满了幽默与嘲讽 他对于哈里斯在体育和娱乐平台投放广告的质疑 让人忍均不禁 但同时 他透过滑稽的比喻指出 这样的策略似乎流于表面 这种批评不无道理 因为政治广告如果不够深入 无法真正触及选民内心的需求 就难以获得支持 然而 楚天书的评论可能过于极端 他忽略了当今社 会媒体和娱乐文化 对于政治信息传递的重大影响 谢琪琪则以理性和深思熟虑的方式 回应楚天书的质疑 他强调了娱乐与政治的结合 这一观点 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中尤为重要 尤其是在年轻选民中 透过娱乐来吸引他们的关注 的却是一种值得探讨的策略 谢琪琪的回应 也揭示了特朗普言辞的吸引力 这一点值得注意 因为许多选民对政治的不满与期待 正是从这些直接的表达中获得共鸣 楚天书对特朗普言辞的批评则 是锋利且直白 他透过比喻指出这种手法的荒谬性 使得听众对特朗普的言论产生质疑 然而 谢琪琪的反驳却提醒我们 这样的粗糙言辞 在某些选民中仍然有市场 这反映了政治沟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在哈里斯重提民主威胁的问题上 楚天书的嘲讽再度出现 他对于哈里斯的策略提出了质疑 认为这类人身攻击的方式缺乏实质内容 然而 谢琪琪的回应则提到 民主的完整性是每位选民不可忽视的议题 这一点反映了当前政治辩论中对于价值观的激烈碰撞 总结来说 楚天书与谢琪琪的辩论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分别代表了嘲讽与理性的交锋 在这场辩论中 我们看到了政治的多面性 以及在当前环境中 如何运用幽默或者理性来吸引选民注意的策略 未来的政治辩论中 如何找到这两者之间的平衡 将是每一位政治人物需要思考的问题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作里面 字幕作为任何功能 划